就從國民黨保證在等柯文哲無條件投降在談合作 但其實黃珊珊就覺得說如果你要談合作 那個侯柯佩的話不應該就是用等無條件投降這樣子 覺得沒有事出善意 因為柯文哲不在這裡啦 不過我還是大家一起面對選戰 大家一起努力 因為柯文哲不在這裡 我談人的事情對她是不禮貌的 所以你怎麼看說現在就是 國民黨要柯文哲無條件投降 那你覺得侯柯佩有可能嗎 會考慮嗎 各位如果你跟人家合作 你會說出這樣的話嗎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這好像不是一個要合作的態度 所以這個我們就聽聽就好 柯主席說好像跟柯市長這邊有一些 通電話啦 那兩黨之間有一些溝通協調嗎 我是柯主席的總幹事 我沒有接過也沒有通過任何電話 我也不知道有誰跟他通電話 會有任何人做這些事情 所以也許有 那是不是 就是他們說有的人就請他們說清楚吧 那以國民黨現在這樣的態度 在立委佈局上面還有可能跟他們合作嗎 就要看他們的態度呀 因為現在好像態度不是我們的問題吧 應該是個別 如果大家要合作 應該是保留一個至少有一定的善意嘛 就像兩岸之間要保持善意嘛 如果合作是要叫人家無條件投降 這個善意我是看不太出來 之前那個蕭敬妍他是有在節目上就是講到說就是柯主席私底下就是有密會40位的國民黨小雞然後甚至說不一定要參選到底那真的有這一回事嗎 好我想這樣子的說法恐怕跟事實真的是有蠻大的差距的那麼當然我們有一些這個私下的拜會 由國民黨的這個立委的參選人透過一些方式希望能夠跟主席來進行一個拜會 不過我想這都是正常的交流我們當然從來也沒有去統計這樣的數字 那麼這樣子的說法呢其實跟事實上恐怕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特別是有提到說柯主席在這個會談的過程當中提到他不排除會退選或者是他不會參選到底 這個呢完全都是子虛烏有的事實上從柯文哲他宣布參選以來民眾黨全黨上下包含柯文哲本人都是堅定參選 而且呢我們做足了一切的準備所以昨天呢我們必須要發出一個聲明 因為後來開始有很多的會聲會影的報導甚至是一些子虛烏有的傳言 我們都希望呢能夠把這個聲明發出來之後以正式聽不要再這樣子一而傳而 這對不排除參選到底的這一款會採取法律行動 其實我們看到昨天國民黨的這位肖發言人他其實也很快的在臉書上投作出了說明 那我想他也是非常負責任的把他過去呢的一些發言做了一些澄清 那昨天我們在發聲明之前其實也有透過一些管道來跟這個肖發言人來取得聯繫 他其實有去進行一些了解也就是過去給他一些資訊的人可能是提供了錯誤的資訊 那麼他在了解之後呢也非常負責任的在臉書上發出了一些澄清 並且致上他的歉意那麼我想呢其實我們有這個溝通的管道 那麼既然發言人他願意主動來澄清 我想呢後續呢我們是不希望能夠心悚的 也就是說把這件事情澄清就好了 他覺得說陸續的這一些留言或者是一些傳聞有可能會破壞到 就是反而是成為綠營的一個見封查證機會嗎 對的確我們昨天會發出這樣的聲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見封查證 政黨政治應該是理性務實而且呢是正向的循環 也就是大家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不要去創造一些議題去說好像某些人會退選某些人不會參選到底 然後藉此來撥取自己的政黨利益 我想這樣子呢恐怕是不太好的這個競爭的態度 所以呢昨天才會發出這樣子的聲明希望以正式聽 剛剛有提到說他澄清之後就不考慮提告 所以是他還沒成績之前有一度考慮提告 應該是想說其實在這樣子的傳聞出來之後 在這個發言人他在節目上頭有這樣子的言論之後呢 其實後續有很多的語心反應包含很多的新聞報導 那麼後來的整個討論的方向已經完全歪樓 甚至是說柯文哲自己說他不排除不會參選到底 那這個說法呢其實對本黨產生了蠻大的影響 那麼我們現在呢都是非常的認真在準備整個參選的作業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小發言人先去了解事實的狀況 如果說當中有一些誤解的話 希望他能夠提出他的相關的論述 或者是不排除要道歉或者是澄清 那麼既然發言人呢他其實已經非常負責任的 針對他的說明來道歉了 那麼當然我相信呢大家也不需要過分的這個見縫插針 或者是說要挑起一些對立跟衝突 很多事情只要溝通好了就好 在說明看見的 在說明看見的 然後看見一眼 就這條片就好了 只有她對立正中人 雙方還有一眼 輪隨便 她早放過來 請說明看見 他說明看見 他最愛遺産 女朋友 他在說明看見 主席那個趙薩湯說 您那個都躲在後面 都躲在後面嗎 然後另外的話 那個蔡秘魯說 您最近有跟那個 柯文哲有通電話 所以是否有跟其他政黨 我再一次強調 現在的黨主席 是不是過去的黨主席 我大概是 每一場戰役 每一個事件都是身先士足 一定是拼到第一線 不管是處理所有的事情 當然我不能夠敲鑼打鼓 很多溝通協調的事不能夠敲鑼打鼓 我也必須要忍辱負重 那忍辱負重的話 就不能把很多的聲音講很大 那我們會努力 再一次的強調 對於在野黨的部分 我們所有的非綠大聯盟 在野大聯盟 一定是大家有這樣的一個共識 我也相信柯市長柯主席 也會有這樣的共識 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那趙大哥就是想請教 因為昨天這個 劉文姐他昨天在節目上有提到說 換候這個說法 他是戰鬥欄的成員之一 就是有人想說 是不是趙大哥您的立場有送 沒有沒有 每一個人 戰鬥欄成員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每個人每個人的立場 我們也沒有做過什麼決議 那大家各自表態 每個人不同的看法 主要因為現在大家很緊張 因為尤其他們這種做立委 一定是壓力很大 因為每個人看到都會問 啊怎麼辦啊 啊怎麼辦啊 每個人都問 所以搞得大家緊張兮兮 而且因為立委的選情 是跟總統是息息相關的 大家千萬不要忘了 馬英九第一次選總統選得非常好 結果立法院國民黨佔四分之三 馬英九年的時候沒有第一次選得好 結果國民黨立委在立法院就三分之二 等到朱立倫選不好的時候 立委就大幅下降席次 所以呢我去投票 我投總統投誰 我立委很可能投給那一黨 所以我想立委的緊張 不管分區不分區立委緊張 只有他緊張的道理 不過我覺得反正黨裡面有不同意見 就討論就是了嘛 立文他的講法一定也有人不同意嘛 那大家可以討論啊可以辯論 因為實際上7月23到全大會會怎麼樣 現在不知道 聽說有各種力量在角力 我也聽說各種傳言等等 不過因為侯友已經被徵召了嘛 所以大家也應該要尊重這個 他已經被徵召這樣的一個事實 那現在是祭出黨紀 就是說如果有不同意見的 可能要祭黨紀 你會贊成說這種比較強硬的舉法嗎 各有利弊啦 他可能擔心說 如果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 他可能怕了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黨裡面先溝通吧 不要一來就拿黨紀出來 我覺得拿黨紀出來 尤其鄭立文他 一向是國民黨的一個戰將 那你對他採用黨紀 我覺得 一下就用黨紀我覺得也不適合啦 我覺得可以先溝通看看 他到底什麼道理 有沒有道理 再說嘛 而且事實上你現在黨主席應該出來啊 黨主席應該出來協調啊 那黨主席如果都躲在後面 那叫什麼黨主席呢 對不對 譬如你黨主席應該去跟郭台銘去協調啊 黨主席應該跟柯衛子能協調啊 你黨主席不出面 那你叫誰出面 黨主席當然要身先士卒 帶領大家嘛 你黨主席都躲在後面 當然黨裡面就各種聲音都會有嘛 所以黨主席自己本身 要做表算